我妈从老家给我寄来了一箱烧饼 所以今天的节目之前我想做一个开箱 看一下这个烧饼有多好吃 我超想吃这个的 暴力开箱 妈呀给我寄几袋啊 两袋烧饼 够我吃的 我妈跟我说她寄了16个 烧饼的尺寸都很大 打不开啊 这是刚才拿这个箱子的时候 我都闻到一股很浓烈的梅山菜的味道 这是从我外婆家 以前视频也放过梅山的烧饼 也是梅干菜肥肉的 管它呢 直接拿刀子一花就好了 好 这就是烧饼 你看已经碎的掉渣了 成这个样子 不好看了 刚烤出来的真的是黄亮亮 你说我用手带 直接用嘴咬的 拿个箱子接的 嗯 好吃 好好吃的 看到没 没感觉压肥肉 我估计很多人不爱吃这个味道 今天是十月七号 国庆节最后一天 虽然说我国庆节一直在放假 但是 我也断断续续的去单位里面 剪视频 主要我自己任务没完成啊 就去加个班 明天就要恢复正常上班了 其实我心里面倒没有说什么放假明天上班的那种失落感 今天 现在是下午四点多 然后我刚才也在办公室 哎 终于把这几天的片子终于给剪完了 哎 哎 我没跟大家说就是 我现在已经换岗了 我不做记者了 我去新媒体岗位了 然后呢 就不用每天出去了 但是 现在每天要自己拍视频了 要 自编自导 自演自剪 还是 比做记者有趣 但是 要策划要想 还要自己演 就很尴尬 而且都是露面的这种 但是就是短视频 每期大概 两分钟以内 一分多钟的 所以这个还好 但是现在休息的话就规律了很多 每天可以休息 每周可以休息两天 现在有时间了 但是反而 不想学习了 哈哈 不能这样 我建了一个粉丝群 一个微信群啊 陆陆续续的也进来 八十多个人 然后大家在里面 每天都很无聊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欢迎大家 进来玩 然后 我今天干嘛呢 我出来我现在 想 我在大众点评上 晚上特别饿 晚上睡不着觉 虽然说在广州啊 就每天不愁吃 因为这边吃的真的是太好吃了 虽然说在广州就不怎么馋 但是我昨天晚上 突然想吃小笼包 在广州这边好像就没什么小笼包吧 我在 那个吃点心的地方 早茶那些也有 但是我不想点 那种一龙三个的 就跟虾脚那种差不多 我想吃常规 就中规中矩的小笼包 一龙十个 嘿嘿 然后我昨天晚上就在大众点评啊 还有那边搜了一下 这附近有一家 呃 汤包 我来尝一尝 我真的好长时间没有吃小笼包了 大家看我的视频都知道我以前 我经常发过吃小笼包的 那个内容啊 我是个小笼包空啊 非常喜欢吃这个汤包 包子我倒不喜欢吃 我只喜欢吃小笼包 我们家楼下菜市场的小笼包 五块钱一楼 哎太少了 这边就很贵 这个小笼包都是线包的 我感觉还挺好的 我就把它是那种盛的 然后给你转下来 吃这种小笼包就应该是线包 线包线纸 这个是家的那个皮冻是吧 烫字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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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拿我 你带弄包子可以拿我拿包子给你吃些了 好的好的 谢谢 我都喝喝看 我吃了 好的 谢谢 好,谢谢 哇,真的是好多见,没有见到小龙包 来得很故意,但我觉得它这个很真 我先不站起来 可以看一下这个汤真的好多啊 它这家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它这个皮透明才知道,看到吗 但我感觉稍微偏咸了一点 而且没有那种 我听这个老板讲话像 无锡还是常州那边的口音 但是这个小龙包一点甜味都没有 这是纯的鲜肉的 刚才吃完这个小龙包 哇,真的是太爽了 好久没有吃到小龙包了 广州这边好像不新小龙包 这些饮食面食吧 已经有三个月没吃到小龙包了 就是太贵了 刚才那个龙要22块钱 我的妈呀,我都没吃过这么贵的小龙包 在北京的时候好像北京也没有这种小龙包 只有那种专门吃点心的店里面才有 北京还50块钱半楼 那更可怕 在我家只要5块钱一楼 现在也不知道走到哪 南京特色大的 其实这边吃的还真不少 以后有机会就多来探索探索 其实月球区这边我刚才走 这一路都是卖吃的 这是我的呢 大家摆一下啊 哎,我要说什么 很无聊啊感觉 这一次 你看前面这棵树好弹 第一棵树就抵十棵树的感觉 我觉得在广州这么热的地方 真的你没有这些树 你真的会被如果出太阳的话 真的会被晒得难受死了 桂林妹 衡扬米粉文化 来广州这边就跟我刚才说的 这边吃蔑食的不算太多 它是以米饭为主 这边肠粉 其实我很喜欢吃肠粉 好多同学过来跟我说 他们吃不惯肠粉 我就觉得肠粉多好吃 但是我还是吃不惯米粉 就是各种汤粉我不是很喜欢 还有潮汕的果条 但是炒河粉炒牛河可以 炒粉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 但是汤粉的话我就 我感觉没什么味道 说到米粉 我们那边不吃米粉 安徽是米粉隔绝地 它一到湖北或者到江西的话 就立马就有吃米粉的了 可是我们全省境内好像都不新米粉 只有什么米线啊或者什么凉粉 里面会加一点那种米粉 或者有一些潮湖地区会有洋米面 也就是拿米姜米面做的 但是很小众 所以我们还是早餐吃面条为主 什么牛肉面啊 肉丝面啊 鸡汤面啊 早餐吃面条还是很舒服的 我在北京嘛 四年四年多 一直被别人说南方人 然后到这边来的时候 就成了他们口中的北老 很有意思嘛 然后有的广东人就会问我 你们是不是吃面食啊 是不是以面食为主 我也就很无语啊 感觉他们认为是不是广东 以北的都是吃面 那说到也我也不是很 不是说什么讨厌所有的汤粉 那是像桂林米粉啊 湖南的那些江西米粉 我都特别喜欢吃 只要咸辣就可以 太清淡的那种汤粉 我都不喜欢 所以我到这边来 我感觉我口味都变轻了 虽然还是想吃辣吃咸 但是这边就很少能吃到嘛 或者这边的川菜馆的话 都差点火候 所以现在饮食渐渐清淡 今天我妈给我寄了烧饼 我吃一两个就感觉好咸啊 就不想吃了 老上海混沌铺 我觉得在广州这个店特别多啊 都是老上海混沌铺 甚至他们把上海混沌铺 也叫成千里香 在我的印象中清里香不应该是福建馄饨吧 说馄饨的话 我还是觉得我们安徽的最好吃 无论是安庆馄饨 还是黄山的那个灰州馄饨 我们安徽吃馄饨一般都不吃肉 吃皮 反正我暂时是没有发现比我们安徽馄饨皮要薄的 我在成都吃过超手啊 我在广州吃过云吞啊 我也在江苏南京那边吃过他们那边的小馄饨啊 我觉得皮就很厚啊 当然他们的馅也肉也多 我觉得馄饨喝汤 吃皮 那种皮就薄到透明发亮 里面还带有那种气泡的那种是最好的 撒点胡椒粉 哇 我的室友是个湖南人 他是衡阳的 他上个月自己买了一个小锅 也不是小锅 一个大锅 他开始在自己家做饭 我太懒了 我不想 我反正我不会在自己家做菜 他就说在外面买吃的太贵了 所以他自己在家里面做 但他很能吃辣嘛 他这个湖南人 他每次买好多辣椒炒肉 炒肉片嘛 但是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不在厨房做菜 他在客厅做菜 做菜的时候 我房间的门是敞开的 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 就很多油烟味 而且那种辣椒 很呛人的那种味道 我就很无语 但我没跟他说 我准备 跟他当面讲一下这件事情 他回湖南了 他十一放假回去了 他是一个程序员 他从深圳过来 这就是广州的老CBD 原来这个楼好像是最高楼 这是我上班的地方 这个广州的天桥上全都是三爪梅 一年四季好像都开 但是我记得我四月份来的时候 第一次来广州的时候 这个三爪梅特别鲜艳 现在感觉就没有那么红 好像这个时候 不是他正开的时候吧 就在小北这边有很多的乞丐 有一个老太太 我确实看得很心酸的 就是他 就是 脊梁已经完全勾搂了 而且他把他头发全都剃光了 很瘦一个 穿着不合脚的鞋子 一个一双运动鞋 运动鞋 我看的可能都有40样吧 你就你们就想象一下那种 个子很小的一个老太太 头发也剪光了 穿着那个不合脚的运动鞋 看的很心酸 其他的乞丐 我看起来都没什么感觉 就每次看到他 我就觉得好可怜 有一天加班 十点多 回家在路口 还看到他在那边 我当时就很想 给他点什么东西吗 因为我平时白天看到他是 背一个大蛇替带 是收妃品之类的嘛 我以为他是不乞讨的 我以为他就是 一个 剪妃品的那种 但是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我看他还在街角 一个人蜷缩在那边 前面放了一个碗 我那天心情也不好 但我看到之后 我就好难过好难过 我就特别想给他钱嘛 我刚才前面放一只碗 然后我就搜身上就没有钱 然后我就准备给他到超市买些东西 然后我帮里面 常备几块饼干嘛 那时候还在做记者采访 吃饭不规律嘛 所以我帮里面就饼干 我把所有饼干给他了 但我给他的时候 所以我感觉他好像很不屑 哈哈 反而这样让我 就是心里面好受很多 嗯 我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可能世间有很多可怜的人 嗯 其实我 我 怎么说呢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这个十字路口 有一个四神班大厦 里面有个安徽人家 但我和他从来没有开过 然后从同事们的口中得知 这个 这个安徽菜馆好像 曾经吃过火 然后我在大众点评上 搜 在什么不远的雕塑公园 里面有一家 好像搬到那边去了 但是价格好贵啊 所以我就 哎 贵的话就不吃了 所以说想家还 并没有特别想家 每天跟家里面视频都还好 哎 我同学 这这周嘛 因为 国庆节放假 有同学就来找我玩 还在我家住 嗯 本来是有三个朋友要来 然后是见了两个 还有一个是我高中同学 他来这边坐飞机 他爸他妈 他们三个一家三口去日本旅行 哇 羡慕死我了 然后更可气的是我 我妈也抱了一个旅行团 这个月底 去日本旅行六天 好想出去玩呀 我也想出国呀 我妈都出过国 我都没出过国 哎我就去过一次朝鲜 其他 我说我见了一个粉丝群啊 谈不上粉丝群 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就是不存在什么 UP主跟粉丝 这种阶级之分 哎 我在群里面就天天被人骂 我是弱势群 群里面的人 都把我踩在脚下 好可怜呢 我把二维码打在下面啊 他可能只有两个星期的那个 时效 如果时效的话 你看到这个视频 还想加加的话 时效的话 私信我 我把新的二维码 发给你 这边有一个大踩市场 每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 好多老头老太在这边围着 每天就跟感激一样 好我现在回家了 说这么多吧 拜拜 亏了 录音 杀